另外,施言6862,他说 22元买,他说无端端配股 是否有预谋? 我想有没有预谋 也有计划的 应该没得说的 公司一定有计划或者预期行动 在资本市场来说 一定有这些配股、新手、集资的一个可能性 每个都有的 所以又不能够说是否有预谋 说到好像这样,有谋论 但是从事件上看,是有这个需要的 因为始终,当然一来过去这几天 他宣布了自己的新的计划 什么断目了计划 又说三铺,又会整顿一些店铺 之后其实看到股价夹了两天 夹了几天 其实前几天我都有在其他媒体的时候 有人都问,为什么会夹 就是会上的呢? 我都答不了,我也觉得奇怪 没理由你三铺 或者告诉你不行的时候没理由升 可以省起钱的 是的,从好的方面来是这样的 但是正正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动作 而有需要夹高股价 而有一个配股雜质 其实这样连起来就好像挺痛的 因为你不夹高一点 其实你没可能会夹到好一点的 就是多少钱,因为始终都要折扬了 所以你这样看可能是有夹高的有因 但是乘回来的钱其实都知道了 刚才提到就是始终你要删这么多铺 如Irene说的都有些开支要用 可能有些债要还 其实今次都说到乘回的钱的用途都是在这些方向 所以我想暂时就一定 当然今天无疑是会下跌的了 就是你有配股 甚至本身大家对这个行业的看法都不是特别正面 我想短期来说 幸好你是22元买又未算是很高的价位 我想处理上还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我想如果暂时来看 你看到那个低位 最低见过19.38元 其实是矮近19.5元这些位附近 我觉得你可以回到之前的低位做一个真正的指示 因为假设是穿这个位也好 你还是输2元多一点 那变相大概1成左右 其实纯粹是一个短线操作来说是可以的 所以我想如果不穿前底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一继续一继续 但是当然你不要预期有很大升的 因为我想是困难的 但是上面来计算 如果真的再夹上去也好 可能试分大概23.8-23.9元 我觉得都会比较大的阻力 是